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對於品牌的一些概念 一些想法跟看法 然後因為今天是你講 所以今天會希望說先讓大家了解這個品牌的一個觀念 然後後續啊 我們後續的品牌團隊的顧問團隊 也可以幫大家更了解品牌後續的思維 好 那前面簡單介紹一下我們 那我們是一個品牌顧問公司 那我們主要是做品牌跟策略設計相關的服務 然後我們主要是做這四個領域的整合 包括品牌策略 品牌溝通 品牌管理跟品牌的創新 我們希望將這四個領域做整合 協助客戶建構一個成功的品牌 那你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主要是 我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樣 我是工程的背景 然後我後續再到瑞典念品牌設計 工業設計 然後再到意大利的米蘭 然後念策略設計 主要是商業導向的策略設計 那現在是擔任法國司品牌顧問的策略總監 我們在全球有多個合作的夥伴 包括在歐洲日本 然後我們現在在亞加達也有一個分職 服務的分職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線上的媒體 那可能有些在座的朋友會有看過這個媒體 那主要是分享一些品牌跟行銷的心知 跟一些案例的分享 然後剛剛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那現在主要是希望進入正題 然後讓大家了解說 品牌的觀念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第一個是 我們相信 你經營事業的概念一定是來自你自己本身的觀念 所以Mindset Determine Your Business 所以大家第一個問題可以思考一下 你自己在用什麼樣的商業思維在經營你的事業 第一個是非常常見的 我們可能會用產品的思維 因為台灣大部分是製造業起家 所以我們很容易會有思考說 我們覺得產品 只要產品夠好 然後我們的事業就一定會成功 那這是台灣常常會有的一個概念 但是它可能會發生的問題是 現在的世界這個時代已經非常非常競爭 那你的產品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好到說這樣的客戶都會幫你傳播 然後而且你沒有制裁方面的問題 然後可以寡占這樣的市場 可以思考會有這樣的可能性嗎 第二個是銷售思維 其實銷售思維也是大部分的客戶 大部分的廠商會有的 我們內部的溝通就是以業績 為內部溝通的主要的語言 那其他都不重要 重點就是你業績要拿出來 可是你以銷售思維做導向的話 你可能就會給予客戶過高的承諾 因為你希望拿到績效 你希望拿到業績 所以你可能會承諾你公司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可能會造成客戶期望的落差 然後客戶的回購率可能就會低 但是我們也知道 開發一個新的客戶 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相比於maintain一個舊有的客戶 所以它有的問題就是你開戶的開發成本會非常非常高 第三個思維是行銷的思維 行銷思維就是大家熟悉的4P 我們可能4P 我們出一個新的產品 我們4P都規劃得非常非常好 大家可能會想說我們4P規劃得好 我們可能就是萬無一失 我們的整個事業能夠經營得非常蓬勃 但其實它還是有一些困難跟問題 你可能會發現 好像我推出每一支的新產品都好像從頭開始 我好像推出新產品的時候 我就變成了一個新創的團隊 然後我沒有太多評判的標準 那唯一的標準可能就是說 我們推出這個產品到底會不會成功 會不會賺錢 會不會賺錢可能是我們唯一的判斷標準 那第四個思維是品牌的思維 那品牌思維就是回到初心 然後你確保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品牌的接觸點 都能實現對消費者的承諾 你的承諾一定會好好做到 但是它也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前期的投資會非常非常高 因為你希望信守每一個承諾 你在每一個接觸點都希望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你在品牌的初期就會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在達到你品牌跟市場的適配之後 你的品牌思維就會在你的組織裡面營造起來 然後有共同的價值觀 那整體的運作效率也會提升 所以在不像前面講的有行銷的思維 你可能推出每一個新產品 你就好像變成一個新創企業 有品牌的思維 你內部就會營造共同的意識 然後並且持續的累積你品牌的權益 然後累積品牌的能量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四個思維 產品思維、銷售思維、行銷思維跟品牌思維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自己到底在用什麼樣的思維 在經營自己的事業 那這樣子 這樣事業的思維會決定你事業經營的高度跟廣度 然後剛剛講的四個思維 但在未來我們相信 你需要的是一個有理念的品牌思維 剛剛講到商業的部分 我們現在在講商業嘛 那商業行為的基礎 大家認為是什麼呢 商業行為的基礎就是人類的需求 那如果沒有人類需求 就沒有供給 然後沒有供給 就沒有資源的交換 沒有資源的交換 就沒有商業行為的產生 所以一切商業行為 還是要回到人類需求來看 那講到人類需求 那我們就不得不提 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 那亞伯拉罕馬斯洛是美國的心理學家 那他提出了這樣子的需求金字塔理論 主要是將人類需求分成五個層級 那他後來有做修正分成七個層級 可是五個層級就足夠讓我們去了解人類需求這件事情 那從最理層的生理需求 然後到安全的需求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 以及人類特有的自我實現的需求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這整個需求 五層的心理需求做一個簡化 那其實大家可以去理解的是 最理層的是生理上的需求 然後中間這一段是剛剛講的安全的需求 然後在社交上面的需求 比較偏情感性的需求 而最上一層則是意義上的需求 這是人類特有的需求 然後我們從這個需求的模型 我們可以來看人類需求是怎麼演變的 在這100年或50年之間 在生理需求方面 我們在這30年就是50年 我們經濟發展非常非常快速 像我們這樣開發中國家 其實生理上的需求都不是太多的問題 那我們並沒有太多的需求在生理上 這是很容易被輕易滿足的 但是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人類的整個的量數非常非常大 然後整個社會越來越複雜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生活很複雜 然後你的心理壓力會非常非常的 就是比以前的重得多 所以你會更需要情感上面的需求 然後在第三層 因為現在民主時代 民主時代的權力不見 逐漸的在下放 那逐漸下放的話 每個人的自主性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他其實追求的不只是情感 他會追求自己的意義 就像我們今年在做那個 同性的一個婚姻的討論跟議題 那就是在追求意義上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人類需求是因為這幾年 這幾十年的變化 不斷的從生理需求 所以我們相信 人類需要更多情感跟意義上的需求的滿足 因為世界的變化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意義上的追求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看到 目前有理念的品牌 逐漸的興起 不管是在世界 不管是在台灣 其實慢慢的有理念的品牌 慢慢的會興起 或許大家會認為這些是文創的品牌 但其實不是 他們是有理念的品牌 第一個就是無印良品 我想大家非常非常熟 其實是一個 有理念品牌的一個大佬 那大家會看到 這個是無印良品的展示的廚房 那大家會看到整個廚房 都是以白色的空間做為佈置 然後家具非常簡單 沒有過多的裝飾 然後裡面的使用的物品也非常簡單 然後在他的產品設計方面 大家也會知道說 他找了生的資人 找了著名的設計師 然後他們的概念都是 非常簡單的設計 沒有太多繁複的造型 簡單的設計 然後簡單的顏色 方便的使用 然後這是他們的海報 大家也會看到說 大自然的背景 然後四個Model 都是穿著簡單 綿質的衣服 然後乾淨的顏色 包括鞋子也是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下面有幾個字 無印當然自然 那大家看了上面幾張照片 那你會認為 目擊人的理念是什麼呢 目擊人的理念就是 這樣就好 從前面我們看到 他對大自然的追求 對天然的追求 對簡單生活的追求 對繁複 繁複 生活的一個消減 他一切就是要跟你說 這個社會 這個生活 你的價值觀 就是這樣子就好 你不需要太多 這樣子就夠了 所以因應著這個理念 大家會看到說 他慢慢做延伸 他本來做生活的消費品 然後慢慢做到 他有開自己的餐廳 然後自己的書店 那書店主要是選擇 符合自己理念的書籍 來做販售 那包含他們自己的超市 他們也是選擇了 符合他們對天然 會大自然的一個關懷 還有對自然身體的一個愛護 所以也做了這樣子 農產品的銷售 此外他們也在 加在這一兩年間 開設他們自己的旅館 那如果最近有關注 品牌營的毒蛇的話 也會看到說 他們最近在銷售他們的 木吉小屋 木吉小屋就是一個小小的房子 然後在這樣子的大自然空間裡面 所以可以完整傳達他們的概念 這個跟大自然相處 然後簡單的事物 簡單的生活 然後在這環境中 你可以對自然有更多的體悟 所以一切就是源自於 木吉的概念 木吉的理念 就是自然 這樣子就好 那剛剛講了這個是世界性的品牌 那台灣呢 台灣是不是有這樣的品牌呢 台灣的品牌 大家知道的就是阿元 阿元其實也是這樣有理念的品牌 那大家也會看到他們的海報 有這樣子充滿禪意的海報 跟他們這樣子的書寫的方式 然後以及他們的影片 然後顯示人剛剛好 對土地 對人事物的一個關懷 因為這是阿元每年都會寫一個這樣的詞句 像是過去他寫的情節就是一種修行 包含一個很豐富的一個禪意在裡面 然後對人事物 對身體力行的一個體悟 而阿元的理念就是 愛惜人生將心比心 重點在於惜這個字 對於土地 對鄉土 對你身體的愛惜 這些是他們的品牌理念的展現 所以他們也在淡水淡水天光 他們弄了這樣子的餐廳 因為他們可以展現他們的理念 他們的理念不是包含 不是指在他們的產品 他們的理念是比較廣的 所以他們可以延伸到這樣子的餐廳的形式 所以他們也將過去的老屋做一個修整 表示我們對這個土地的關懷與愛惜 所以還是回到最後一個就是說 未來你會需要就是有理念的品牌思維 那剛剛講的分享了兩個案例 那我們要如何去建構自己的一個品牌的理念呢 重點就是這四個字回到初心 回想自己就是做什麼樣的事情 是你非常有passion 有熱情去做 有使命去做 然後不是只為了賺錢的事情 那或許剛剛講的還是偏抽 所以我這裡也介紹了一個著名作家 Simon Sinek的一個書籍跟概念 那Simon Sinek是一個美國的作家 然後他了解到說 做了研究了解到說 好的領導人都會去激勵他的同仁 用壞這件事情來做激勵 那其實跟品牌的理念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而在書中他舉了這個黃金圈的理論 主公書為三層 從最內圈的why 然後中間的how 到最外層的whats why就是你做這件事情的理由 你的價值觀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是只為了賺錢 而how就是你實現為什麼做法 你怎麼去實現你的一個理念跟價值觀 畫的則是你實現為什麼做的東西 你做了這個產品 重點是要實現你的理念 你的價值觀 所以他做了研究發現 非常大部分 應該說每個組織 如果你生產產品 你販售產品 你做商業行為 那每個組織都會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樣的產品跟服務 可是其實不是有所有的組織都知道 要怎麼做可以不一樣 與眾不同 而且非常非常少組織知道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這個並不只是賺錢 賺錢只是做對事情的一個結果 為什麼是個目的 它是你組織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們在這裡講一個案例 那大家知道說 Apple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一個組織跟企業 那他們不斷的在產品上做創新 在這40年間 從最初的Apple 2 然後到一直後面的產品 到現在的iPhone X 其實他們都不斷的在產品上面做創新 那Apple的Golden Circle是什麼呢 這就是Apple的Golden Circle 它的壞事 我們的信仰就是挑戰現況 他們是為挑戰現況而存在 而他們的耗 他們就是用生產具有漂亮設計 和良好使用性的產品 漂亮設計良好使用性 這個都會發現 你會發現這個存在他們的產品之中 而畫的只是他們最後產出的結果 他們用產品用電腦跟手機 來展現他們的這個理念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偉大的領導人 都有非常好的理念 非常好的品牌理念 就是像Steve Jobs 那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去思考 自己的品牌理念是什麼 所以從現在開始可以去思考說 你的理念是什麼 用這種Golden Circle 嘗試去思考說 你到底你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不是只是為了賺錢 好 謝謝大家 希望今天的演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 謝謝陳總 今天非常有啟發性的分享 謝謝